MING PAO TORONTO 話說泰國賣的地方叫CDC 在這裡主要賣家品和家具 很多泰國中產都會來購物 不過我這次不是要介紹這個地方 而在這裡也有很多餐廳 不過我今天主要不是介紹餐廳 什麼都不是 那這次要介紹什麼呢 其實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泰國名叫做Dog 是一個名人 很喜歡煮食 而且是一個很混醬的人 你說人家混醬 沒錯他真是混醉 當然是專門做醬汁 這位公子就是Dog 好混醬經常搞醬汁 你看 經他手出的醬汁也有不少 其實他也有很多的嗜好 好嗎 這裡的職員呢 咦 穿了賽車制服的毛他 佳恩呢 原來這位公子還有另一個特殊嗜號 就是賽車 這套呢 就叫戰衣 所以這間店鋪裡面 主題顏色也是紅色 由職員的衣服打扮至周遭的層設 都猶如賽車場一樣 最重要呢 它的主色就是紅色 知不知道為什麼是紅色呢 因為紅色代表辣 話說它所製造的醬料 全部都很辣 於是乎如果辣得起 就不妨來這裡一試 我們下期見 嘗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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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 眼前看到泰菜真的頗有特色 不是我們一般吃的冬蔭公 或者公車籃包 佳欣這些是Fusion式 最重要的點是加入醬料 所有菜都有一種醬料 就是這個醬料 據稱都頗辣 是不是這樣辣? 先嘗嘗 嘗嘗嘗嘗嘗 真的有多辣 有少少像這個杰汁 但是加了一些類似豆瓣醬的物料 接著 嘩 真的辣 但我頂得上的OK 這只是氣 OK的 大多數的菜都加了這個醬 而部分更加加那些辣醬 不同的辣醬混合芝麻混醬 好 這麼多菜真的要嘗嘗 好像還沒炸生蠔 原來就要加這些辣醬 我剛才已經做了一些在羹裡 好 就這樣點來吃 炸生蠔再混合 這個配搭有多過癮 辣得夠過癮 好 泰式的炸蛋 加上這個醬汁 魚蛋應該油水 不應該飛 炸魚蛋 是好吃的 因為加了一些辣醬 所以就辣到色飛了 因為這樣看樣子就知道辣 什麼辣呢 就是香葉肉碎那麼辣 你看看 原來就是加了這些香葉肉碎的辣醬 然後就進去做的了 或者是這個泰式春丸仔 就是加了剛才我所介紹的這個醬汁 整個吃法和味道就昇華了 真滋味 似乎這些炒米粉 和意粉 都加了這些辣的醬料 絕對是泰式口味 泰式感覺 嗯 真是辣得夠滋味 若然你也想用這些泰式的辣滋味 帶回香港的話 其實呢 在超市 包括這個碧絲 都可以買到 記住它的麥頭 這個Made by Dog 就是它了 去碧絲可以找到的 回家 嗯 嗯